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新改造停车场与商业空间 新商场也将命名为微风东岸 最后经过了我们的一个激烈的一个评选跟竞争 最后是由微风集团来得标 来经营未来的东岸广场的停车场 以及商场的部分 那我还是要感谢所有有来投标的这个企业们 对于基隆的认可跟支持 我想在未来除了东岸以外 我们一定会找出更多值得大家投资获利的基隆的地区 让更多的业者来参与 不过我想我们也算是怀着很高兴的心情 来宣布微风集团 微风广场 成为未来这个东岸的这个经营业者 那我们的创办人廖伟志先生是基隆人 还有我们董事长廖正安先生 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的理念 所以这一次也感谢这一次的评审委员的青睐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回馈乡里 称书我们刚刚杨总提到 因为集团创办人 集团董事长 是来自于基隆的成功的企业家 那一直都有希望返乡来服务的一个想法 所以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基隆 算是蛋黄中的蛋黄的标案 原来的厂商的营运期已经到期了 我想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们就刚好有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标案 那未来这个商场我们把它命名为微丰东案 那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意义是在于微丰集团 至于微丰东案来讲的话 是微丰集团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 微丰集团目前十个案子全部都在台北市 微丰东案将是微丰集团离开台北市的第一个案子 那我们针对这个案子呢 我们预计投资2亿5千万的起初投资额 那这只是一个预估的数字 实际上整改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个需要 这个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那不过我们承诺给基隆市政府 最少我们就会投资 其初就会投资2亿5千万来进行整个场域的改善 包括地下室的停车场的通风设备的改善 我想这个是基隆市民朋友最关心的 我们整个地下室停车场的通风的改善 还有整个全场的照明的改善 以及我们整个地下室的这个铺面地板 会全部重新的一个刨铺 那其次才是针对商场的部分 商场是一个动态的改装过程 我们希望维持整个全场 是一个不中断营运的一个整改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会一边营运一边整改 我们会先进行基隆市民朋友的一个消费意愿调查 我们去累积出来基隆市民朋友 比较希望比较倾向的一个消费的业种业态 然后我们逐步的去进行因应跟调整 跑道应该原则上跑道会延续现在的跑道 可是我们怎么样让它的整个舒适度更好 功能性更强以及民众上去的意愿会更高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预计可能原则上应该是在2月1号 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我们把整个场域点交回来 那马上就面临农历春节的过年的期间了 所以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维持整个商场是营运不中断 包括停车场营运不中断 所以我们在过年的假期结束以前 我们不会有进行任何大动作的一些工程整改 或是影响到整个商场 而对于市府团队成功引进知名的维峰集团来到基隆 即将就任立委的林佩祥 也特别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 积极为基隆招商引资 那维峰进入东岸这件这个案子 我在这边要给我们西方市长掌声跟高度的肯定 因为进来之后在我们基隆市市区 针对观光来讲针对我们不管是内需也好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基隆市市民 在基隆市要去做休憩的时候 还是外国人 想是外地来的观光客 在基隆有一个更新的地方 可以做出一定的油气 在这边可以多休息一点 多留一点 人潮会越来越多 而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 当停留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基隆的特点我们基隆的美就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 在市政府和基隆市公测会积极的招商引资下 在新年度的第一季就带来这项好消息 市府表示将和维峰集团携手合作 让市民和各地游客享受到高品质的消费跟娱乐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二路174项内有一块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多次标售因价格太高而流标 空地继续闲置 地方居民觉得可惜 金融市约还是一域办理会开 希望能作为多功能的用途场所 堆满土和石块空地 就位在新一区新二路174项内 因为临近新一市场地段相当好 国产署上次标售 因为金额太高出现了流标 导致土地闲置许久 土地闲置实在可惜 除了超过300坪的空地之外 一旁还有荒废宿舍 新二路174项因为有停车需求 市议员韩世玉邀请国产署 政府文化 都发 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严议规划停车场的可行性 政府金管会的话 有拨用这块土地 后来没有使用的用途 所以金管会又回拨回去给 我们国有财产局 国有财产局今天也有来到现场 讲到说我们这块地本身是建地 所以说如果想要增加停车空间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市政府这边 交通处跟国有财产局协调 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增加停车空间 由于土地属于国产署管理 空地上堆满土盒石块 光是清理就至少花上上千万经费 此外交通处表示空地规划停车场 必须考量车辆进出动线之外 成本效益尚待评估 最主要的话是那个入浮宽度 进出口入浮宽度的问题 那高低差也会是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不是只有把这个土方清掉而已 因为它旁边紧邻民宅 那如果有施工的话 也是要看一下那个土地的状况 对那另外我们也必须要评估说效益 成本效益 如果我这边必须要花一千万来清土方做这些 但是只能停十个位置或十二个位置 那其实它的效益就很不符合那个比例 地幕就是住宅区啊 我们只是土地管理单位 没做开发利用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议员希望能够做 那应该是请基隆市政府提出相关的计划 市医师觉得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其实都荒废了非常的久 那我也不希望说 就是说我们一再的希望 那可以活化整体的这个环境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空间 也是需要 尤其是我们多余环境 那所以也需要很多的室内空间 那既然需要很多的室内空间 我们应该要盘点我们很多的废弃的 无论宿舍也好或校舍也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营造 可以做运动的 做观光的 或者做社区营造的 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 都是一大福祉 捐赠仪式由义销总队长曾继炎代表受赠 消防局长向勇才特别回赠感谢状及纪念品 捐赠仪式由消防局长向勇才亲自主持 明明营造公司董事长丁大铭 特别将长短袖工作服各77套捐给益销中队 听总队长讲说 救护中队他们那个衣服是白色的 然后有时候会沾到血迹不好清洗 那他就 总队长就问我说 要不要捐我就说好 救护中队他平常要帮助我们的锦销来做那个血勤 那尤其是救护中队也要有1MT1的执照才能上救护车 那他本来都是穿白色的那个工作服 那工作服沾到血的话呢 如果有患者的话有大量出血的话 沾到血汁的话很难清洗 那在这边的话在这个纪元下的时候 我遇到我们的丁董事长 那大概跟他讲一下说 我们救护中队可能需要一套 一套救护中队的那个制服 那这边我们的丁董事长也是大慷慨的解囊 宝兰社POLO3 左胸口袋印有生命之心 及紧急救护员的图案 背后有一销救护中队 及EMT的字样 比起过去白色制服 不但透气也更舒适 我们救护中队在邪请的时候 目前的制服是白色的制服 那因为在邪请的过程中 又会有一些外伤 或者是容易粘污的地方 因为白色的制服容易弄髒 而且不易清洗 而且会色素沉淀 所以在工作上 其实大家会有目济 所以我们这一次很感谢 迷你营造丁董事长 捐赠这件深色的制服 让我们在邪请的过程中 非常的无故后顾之忧 就尽情的协助这样子 过去一销队员白色制服 不管是在出勤或者在外观上 都容易沾上污漬 清洗不容易 这次经过队员亲自设计 新的POLO3工作服 也能够大大提升辨识度 所以跟我反映的时候 我就有想到说要设计到 第一个我们安全上 职勤的时候安全 然后还有污汁 那大家方便 因为我们一次排班 可能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这长时间下来 一件白衬衫 它很不舒服 要穿一整天救援的部分 那这种吸汗 吸汗然后可以排气的衣服 舒适度上 在我们的工作上 我们就可以加长时间 然后去处理它 不干净的部分 根据统计 金融市112年紧急救护出勤次数 高达19000多次 消防局期盼持续深化 一小统人的救护技能 成为消防队员的最大助力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东关国小 与南投县西纳巴兰国小的师生 进行跨城乡的艺术与体育领域交流 以布农族原住民为主题的西纳巴兰国小 留学5年荣获全国乡土歌谣比赛冠军 天籁的歌声 让东关国小的师生大饱耳福 然后城乡交流的机会 让两边的孩子都有机会 可以看看对方的学校 跟对方的特色 我觉得扩大孩子的视野 是我们教育人员的使命 不管我们把孩子带出去 还是我们迎接贵客进来我们家 让孩子们交交朋友 然后看看世界 我觉得是很棒的教育活动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东关国小的小朋友 都好有礼貌 跟我们的小朋友会打招呼 那我们小朋友看到都市的小朋友 他们也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他们说 小朋友光是五年级的学生人数 都快胜过我们全校的学生人数了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交流 不仅是让学生获得很多的学习 包含校长还有主任老师们 我们也获得了在办学上 还有教学上更多的学习 远从南投而来 两校的孩子们也进行了 乐乐棒球比赛 还一起享用板斗 透过艺术 体育 与美食交流 增进两校友谊 也能让孩子们拓展视野 成长茁壮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2024总统大选顺利圆满落幕 在基隆大力辅选赖清德 选上总统的议长童子伟 是否会职攻2026基隆市长的宝座呢 童子伟表示目前言之过早 现在应该是努力当下 2024总统大选顺利圆满落幕 蓝总统希望您代表民党出来选 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抉择 我想是这样 因为总统刚选完 包含我们这个行政团队 中央的行政团队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做讨论 也一步一步在规划当中 我想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 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 那基本上到地方来 这个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快 那现在还太早 那我想我们的工作 本来就是听取名义 那不管我们未来 在这个地方的工作 服选的工作 还是建设的工作 我想我们都有这个责任 把我们自己 包含我自己的本命区 人爱区的建设工作做好 那各区 我们必须把议员的工作推动 让这个市政府可以来采纳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在做 那未来怎么样 我想现在 因为言之过早 而且我们也本来就应该努力在当下 而且我们现在还年轻 有很多地方 要值得好好学习的地方 那我们会广纳民意 让我们这个汇集更多的这个民意力量 让市议会可以有更强的监督功能 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 既然要先努力在当下 又该如何兼顾好议长的职务 以及民进党党籍议员们的领头羊角色呢 通知卫强调自己会清楚拿捏 并且做好这两个角色的工作 让议会议事运作顺畅 推动市政建设 在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时期 打下的基础下 也让民进党市议员们 当初投身带议事的愿景和希望 做出成绩化为政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两个不同的面向 然后我们在会期期间 我是议长的身份 我就是主持会议的一个平台 那希望蓝绿 不管还是各方党派颜色 大家都有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 这是我议长在会议期间 做要的首要工作 让各方的意见都可以有充分的发挥 让市府可以听取 也让民意都可以接收到 你选出来的代议事 在议会里面为了你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是我议长的工作 那议会工作 过去的这一年来 我想我们有持续的在往这个阳光开放 还有市民的议会 我们当初的证件来做努力 那希望未来 我们可以在更多前辈打下的基础之下 来把这个议会的工作 市政工作都把它整理好 然后一步一步的让每一项政策 让市政府可以一步一步的到位 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监督 然后还有审查预算的功能 那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沟通的平台 让市府跟议员之间的沟通 我想没有障碍 那也希望大家在共好的概念上面 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想不分党派 大家都是为基隆好的一个初衷 那我想我会把议长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那在党团的工作 我想党团有种召 那我们各个议员 其实我们民进党的全体议员都非常的优秀 年轻 那我想他们战力都非常的强 那我想我们民进党选出来的这些代仪式里面 每一个都非常有愿景跟希望 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民主选举的过程中 本来就是一场民主嘉年华 在过去你新选议员的时候 你是要让市民朋友认同你的愿景 把这个希望投给你 你当选议员 那在当选之后 如果你要寻求连任 我们每一位议员都必须做好政见 那未来就是你在这几年的政绩 你有没有展现 那我想我会提醒大家 也跟着大家 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如何让我们过去这几年在蔡英文总统 还有赖清德院长 包含林又昌市长蔡世英立委打下基础 我们在过去的八年让基隆变得不一样 包含市港再生计划等等 市港的转型大历史场景等等 我们有很多基础建设正在进行 那我想我们如何带领我们全体议员 大家共同努力去延续我们过去民进党执政的优秀成绩 让市民朋友真正的认同 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就刚刚就说这是一场愿景跟希望 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全体市民朋友认同 民进党带给大家的希望 党是一个心中的信仰 这我的概念是这样 党是心中的信仰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展现我们的成绩 如何打造我们的愿景 理想希望给市民朋友 让市民朋友来认同我们所有的党籍议员 我想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给我到我最重要的工作 主持人会开� 万一通灵区 若准众 若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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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顧问陈东才及市议员陈君佐的协助下 终于在这个月举行高地供税开工动土 今天是我们明镜世界要换这个治療水管的动土典礼 我们祈求我们众神明能够保佑今天能够开工圆满 在市议员陈君佐立伟蔡世音服务处执行长陈东才及社区管委会 共同上乡助导下明镜世界社区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动工 我们社区从82年到现在目前差不多将近30年 那漏水的话是从差不多七八年前到现在 每个月差不多一起将近800块吧 我也怕会土石流 然后就是每个月流那么多水 我也觉得真的是造成资源的流失 市医区民生世界社区常年漏水严重 立委蔡世音争取高地供水改善工程 前年10月和自来水公司签约 让社区内的老旧管线能够一次态换解决漏水问题 111年的3月24号管委会找蔡世音办公室 那蔡世音就派我 我是派他服务处的执行长 还有那个时候均主当好是当市长的秘书 那我们就请市长那边也帮忙 那蔡世音 蔡委员这边也帮忙 那个经济水与署争取了60%的预算 所以包括市政府的预算 这个是80%的预算 社区是要出20%的预算 所以这个工程还能如期来施工 社区漏水问题总算能够解决 让长期奔走协调的市议员陳君佐 终于等到开工动土 每两个月缴一次水费嘛 那几乎都是破1500以上 那两个人用水 其实我家两个人用水 三个人用水也不过两个月才500块而已 那民生社区的住户 1500以上 2000 2000出都有 因为有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那这个发现的问题已经很久 其实君佐在当林友昌市长秘书的时候 就有跟林友昌市长报告过 那林友昌市长在任内的时候 也有编预算支持民生社区 那这笔预算也有保留下 这边管委会有中断一阵子 那110年才成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因为管理委会成立 我们才可以跟自来水申请 那于是就是拜托蔡资云服务处 去跟自来水公司协调 我协调了至少五次以上 那跑自来水公司也跑了 哦 第一管理宿跑了 哦 很多次了 假如说今天没有进来事工的话 每一户 两个月的水费大概要一千五 这个很怕的 漏得很严重 所以今天那个真的 包括管委会的这些 我们的住户委也好 我们的主委也好 还有这些委员 大家都很感谢我们蔡资云办公室 还有我们林六上市长 包括我们的陈君佐秘书 这样子来协助 今天才有办法来开工 社区老旧管线一次态换 市议员陈君佐执行长陈东才 和社区管委会一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期盼未来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让民生世界社区不再漏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而这场动土仪式 市议员韩世玉也到场 关心施工的情形 针对施工期间 可能会有短暂停水的问题 即农历春节期间是否施工 韩世玉协调包商施工时 不要老民 怪手机具一早就进入开挖 民生世界社区 高低供水改善工程 正式动工 大口径的管线陆续吊起 在包商员协助下 准备进行管线埋设工作 我们现在是挖原来的既有管线 既有管线 我把他既有管线给他挖出来找出来 那挖出来找出来以后 把他头接起来以后 我才能把这个管线 慢慢把他接出去这样子 民生世界社区 长期漏水问题 终于渴望解决 争取改善的市议员韩世玉 特别前往社区后方 关心工程进度 民生社区 其实长期新的漏水 是已经漏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从航前议员到现任的市域 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 我们水管可以做一个带管 更新的这个事宜 那当然呢 政策是延续的 我们要感谢我们谢国阳市府团队 那没有呢 他呢 赶快的做一个拨款的动作的话 后续的话 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可以解决 那当然 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有 难免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赶快来解决 如同呢 跟之前一样 那只要呢 我们可以把漏水的问题解决 第一个就是 减少 我们大家 所额外所花费的这个水资源的费用 大家也算花样 这样水 水现在就不用烦来说 你如果做的水就不用烦来说 又烦了 现在烦的时候外面的 对吧 我们家的就是自己负责 这个烦的 政府给我们解决 出来的水资也给我们解决 由于目前 施座范围在外围的管线铺设 预计10天左右将进入家户 门前接管 针对工程期间 可能造成短暂停水现象 市议员韩世玉特别协调包商 希望能够减少对民众不便 停水的话我们会预先告知 住户会 那个请他们有水塔的话 请他备水 先备水 对 如果说施工期间的话 有缺水的部分的话 当然它是短暂性的停水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商道坑这边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重大型的停水 那刚刚施工方也有讲到说 我们会依照程序 尽速的叫水车 赶快来做一个处置 所以一旦有发生停水的情势 大家都不要客气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交代市域 韩世玉强调 未来工程改善之后 社区住户的用水将获得保障 未来有报管或者水压不足问题 都由自来水公司维修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包商强调春节期间不会施工 会尽量缩短工期 让工程早日完工 记者黄绍铭吉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军 新闻 新闻 炒 快 Carolyn 来 新闻 新闻 前行 新闻 让 新闻 新闻 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